好,那我們就問一問 對,有一點蝦漆,不要緊的 我們就現在問一問 我們的Beauty Trial Club的Member 試完六款Cushion Foundation之後的用後感 不如你先說吧,你是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要問你嗎? 哦,是呀 Sabrina Hello 是的,我試過找到產品 因為印象最深就是E產品 E產品 E,OK 是的,因為E產品 我很喜歡一些品底 或者一些落底妝的產品 是可以拿一點 已經可以推到一些我想要的位置 即是斑點 它都可以遮蓋得很好 拿一點就已經遮蓋得很好 還有我覺得它是 嗯,性價比應該不錯 就是它拿一點 嗯 可以遮蓋到想要的位置 還要遮蓋到我想要的細紋 還有它可以很切伏地 令我覺得好像一個高清的無妝感 那種感覺 所以是比較突出一些 就是我試用其他的產品 比較之下 有藥對深刻 OK OK 那我們來問呢 問第二位 Member 那我也選了遮蓋度 那試過六款 那麼多隻 這個粉底之後 這個我就覺得 遮蓋度其實是 的確最好呢 一蓋上去 就已經是 減不到你 但我覺得 同時都要平衡其他 水潤度 或者光澤感 那本身呢 如果純粹遮蓋度 我就覺得 這個C的產品 是最高的 但是 它的遮蓋度太高 暗示告訴我們 它的質地都是相對地厚的 所以如果夏天來說 就不太適合了 反而我會找回平均 例如 Dot D的產品 因為它整體上 都很平均 給我沒有感覺 它很清爽 很水潤 都很薄 很貼薄 但是都會有一定的遮瑕度 所以如果夏天來說 我就會選D這個產品 OK 那下一位 你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 我叫Catherine 我就選了兩集 我覺得Pushion E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好像剛才 Supira所說 淺一點 它已經有很多出來了 而且我覺得它的亮澤度不錯 是因為 它塗上試的時候 就有提亮膚色的效果 例如 對於香港人比較暗層的皮膚 我就覺得挺好的 可以遮到一些暗層的肌膚 而且我覺得它是挺滋潤的 反而是適合一些 皮膚比較乾的人 但是我自己 如果看完這麼多種來講 我反而覺得C是最平均的 就是每一樣遮瑕 兩集 易推又或者滋潤度 都是比較平均的 OK 下一位 你的什麼名字 我叫Apple 你好 我會想講一講 這六個產品的易推 我試完這六個 我自己最喜歡Product App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輕身 很容易推開 但是相較我覺得B和E 比較難推一些 那我就會選擇 F來做夏天的Foundation 因為我覺得它下度是不錯的 而且效果也很明顯 因為我自己比較多密 那我也看到它可以遮得到 那些脈和瘡 那我就 我試試看 那因為我都覺得它比較舒服 就沒有其他那幾個 按鈕所以我會選擇這個產品 OK 下一位 Hello HELLO 因為我自己皮膚比較乾 一年四季都是很乾 夏天都是很乾 所以我就會重視滋潤度的BB Cushion 但 overall來講 我自己比較喜歡D 如果滋潤度來講 因為它整體都OK 而且易推之餘 又是很保濕的 一上粉的感覺 已經覺得是很滋潤的 而且不是上粉那一下 即是上了一陣子 都一直保持很水潤 還有很有光澤的感覺 我就很喜歡 但如果你說最高分 我最喜歡 C其實也是一樣的 C也是很喜歡的 因為它的遮瑕度 比B會高一點 其實C和B 我覺得兩個都會選擇 OK 好 今天麻煩五位 Member幫我們做這個測試 最終的Blind Test 結果我們將會在 5月1號我們的Local雜誌 就會公佈 大家留意 謝謝